第668集 就在叶浩轩急速奔行的时候 他心中毅力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从心头涌起 叶浩轩眼皮一跳 正在狂奔中的他猛地向前一个翻滚 滚在一块岩石的后面 几乎是他滚出的同时 黑暗中羞的一声轻响 一颗狙击弹 击在了他刚刚的位置上 有狙击手啊 叶浩轩躲在岩石的后面一动也不敢动 他现在浩然真气消耗殆尽 而且手中没有热武器 对上狙击手只有挨打的份 如果不是自己的感知力还在 刚才那一枪绝对能击穿自己的脑门 然而还没等他喘下这一口气 他感觉到另外一侧又有一股强烈的危险感传了过来 尼玛狙击手竟然不止一个 叶浩轩想都没想 他猛地向右一扑 向那奔腾的海水之中扑去 岩石的右边是一处断崖 断崖距离海面足足有十几丈高 而且下面是怪事临寻 这儿跳下去如果跳到岩石上 以他现在的状态足足能摔成肉架 但总比狙击手一枪崩穿了脑袋的好 不过他这一次躲得还是晚了一步 一颗子弹穿破了他的肩膀 一缕雪花见处 叶浩轩带着那抹雪花滚入奔腾不息的海水之中 两条人影从黑暗之中涌了出来 跑到了断崖处 而刚才一直在后面追叶浩轩的一群人也跑了过来 怎么样 有没有得手 持枪的大喊问 我确定我那一枪击中了他 现在他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一鸣狙击手刀 我估计生还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丧兵交代了不要见人死要见死 大汉烈丝一沉说 那只有下去看了 不然怎么办 狙击手反问 看了看悬崖的高度 大汉死心了呀 这断崖极险 现在又黑灯瞎火的 要说下去找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叶浩轩中了永恒之水又中了枪伤 从这里掉下去 基本可以直接判死刑了 回去交差 大汉面无表情地收起了枪 梁氏别墅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密道 就在这个密道之中 王震的尸首摆在那里 梁老坐在正前方 王震的身边还有一个神色悲愤的中年人 这是王震的父亲王月 梁伯 我儿子 我儿子难道就这么死了吗 王月一脸悲愤地说 王月 你死了儿子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计划不能出一点意外 如果不是这样 叶浩轩是不可能乖乖地跟我们安排的人 一起离开的 这一次 总部下达的命令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 杀掉医生 唉 梁伯叹了一口气道 梁伯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没有了他我以后怎么过 我们振兴帮就后续无人了呀 王月越说越是悲愤 你不能再生一个儿子吗 梁超冷冷地说 生 我今年五次多了 我还有能力再生一个儿子吗 王月一边说一边是老泪纵横啊 你别忘记了 永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梁老站起来 他的脸上呈现出一丝不正常的超红之责 他张开双臂道 我们永生 我们永生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永生不死 等计划成功了 我让你有无尽的时间去生儿子 可是 这个靠谱吗 王月愣了愣 怎么 你不相信组织 梁老的脸微微地一沉 他沉声道 你应该见过一品户人吧 他之所以能青春永住 靠的是什么 不要怀疑组织 那样只会让你问及不复 我当连成全里面振兴帮 在幕后知道一切 几十年的心血 难道是让你用来质疑的吗 不不不 我相信 我相信主持 王月连忙点头 他随即咬牙切齿地说 是姓叶的 害了我的儿子 我一定要弄死他 李 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港地的 在京城 我们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这里是港地 是我们的地盘 我今天晚上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他 中了永恒之水 一定逃不掉的 呵呵呵 梁老冷笑道 咦 刚才下边的人来报 说叶昊轩中枪 跌落悬崖 梁超接了一个电话以后说 哦 苏古 侯要见人 刺要见尸 他身上的东西弄来了没有 梁博的脸一沉倒 呃 他的东西 跟他一起跌落悬崖 我们会找到他确认的 但是今天晚上轰浪太大 欧华找到 明天一早 我们将花动振兴帮的所有力量去找他 梁超道 好 王月 回去交代一下吧 把李儿子厚葬了 李放心 你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祖子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梁老挥挥手道 好的 梁博 王月悲愤地一拱手 然后转身离开 有两名手下抬着王振的遗体离开 红玉呢 他回去了 等王月走后 梁老问道 回去了 这件事情没有惊动他 我会圆好这个谎的 梁超点点头道 拿就好 他是李二叔 留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骨血 自从李爸过世后 梁家也就只剩你们两个了 唉 梁老微微叹了一口气道 爷 梁超叫了一声 然后陷入了沉默 怎么 有什么事直说了 梁老一条没道 当年 李放弃港地第一交椅的位置 扶持了振兴帮 然后在幕后操纵一切 几十年的布局 就是为了长生不死 但是李觉得 这真的可能吗 梁超沉默了片刻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相信 会有长生的说法的 梁老道 一品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且他的对手 也和他一样 最其原因 就是他们同时得到了 一本古书 上面有关于长生的记载 这跟信叶的有什么关系 梁超又问 叶浩轩手里的东西 可以打开一个叫天机锁的东西 而长生的秘密 就在那个天机锁里面 具体 你都不要再问了 总之等了十几年 现在司机终于到了 梁老沉引了一下道 罗道人那边收集洋气静胆的怎么样了 哦 还算顺利 只是近来昏迷的人太多 已经引起港地当局的警惕 我们是不是要暂缓这个计划 不连缓 也正是因为 对我的布局满意 一品呼人 才传授我 还老还童之话 而收集音器 是至关重要的缓解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重归年轻的时刻了 哈哈哈哈 哦 梁青年 终于要还老还童了 他的笑声有些张狂 狭小的密室之中充斥着 他猙獰的笑意 一夜无花 一眨眼 就到了清晨 港地虽然繁华 但在繁华的都市 都有两面性 即使是港地也不例外 港地的深水区 是一个平民区 这里的街道极其的狭窄 建筑也相对的密集 在这里住的居民 每一天都挤在 狭窄的窝居里面 阿文 快点啊 你说好的今天晨练的 我特意出来陪你跑 一个年轻的女孩 一边道跑 一边招呼着身后一个 十五六岁的男孩 这显然是梁姐弟 姐姐 我跑不动了 那叫阿文的男孩 气喘吁吁的 在后面像是老太婆一样 向前挪着脚步 瞧你那样 还篮球队的呢 还没开始就累了 以后还想考警校 做警察 女孩无奈地摇摇头 阿姐 你看 那里好像是有一个人 男孩向海边抑制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女孩回头一看 果然看到一个 被冲上海滩上的人 向来以热心肠 组成的女孩 连忙走到海滩边 姐姐 报警吧 小男孩犹豫一下道 不要报警 把他抬起来 看着遇难的人 帅气的面容 女孩鬼使神差地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当叶浩轩醒来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 是一间极其狭窄的屋子 这屋子里的墙壁 被以白色的涂料粉刷着 前面有一张白色的帘子挡着 而在他的手臂上 还挂着一瓶掉水 透明的液体 正在以缓慢的速度 流入他的血管 像是在医院 叶浩轩猛地清醒了过来 他连忙坐了起来 你醒了 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走进来 然后拿出一个体温计说 量量体温 你刚来的时候才发热 谢谢 这是在哪里 叶浩轩问 港地 你偷偷过来的 护士诧异地问 我知道这是港地 具体地方的 叶浩轩苦笑道 深水区 护士丢下了一句话 然后走到一边说 爷爷 你带的人醒了 知道了 理解 随着一个女声传来 刚才晨跑时 遇到叶浩轩的那个女孩 走了过来 看到叶浩轩在 蒸蒸地出神 他不由地笑道 你没事吧 没事 是 你救了我 叶浩轩点点头 我晨跑的时候 在海边遇到你的 你现在不要紧了吧 女孩问道 不要紧了 谢谢你 叶浩轩说 不用谢 女孩笑了笑 我叫罗言 你呢 叶浩轩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医生说你身上有枪伤 你是遇到劫匪了吗 罗言问道 是 遇到劫匪了 然后我从悬崖上摔了下来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需要报警吗 罗言关切地说 不 不需要了 叶浩轩连忙摇摇头 开玩笑 报警 现在警察估计 到处在找他呢 他不确定梁洪玉 势敌还是有 如果他和梁经年 是一伙的 自己就完了 他一直在苦苦地寻找 关于永生的线索 现在好不容易 出现这点线索 绝对不能让他断 听你的口音 看你像是内地人 罗言仿佛有着 问不完的问题 我是内地人 叶浩轩点点头 接着他像是 想起来了什么一样 这里是深水区 是的 这里是深水区 我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罗言问 能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吗 我想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叶浩轩导 深水区是港地的贫困地区 这里的人流量大 一般情况之下 不管是梁经年还是警方 都不会太快找到这里来的 他想失踪一段时间 然后摸清楚状况再说 这里是他藏身的最好场所 我恰好需要一个房客 不过 你是男的 罗言差点张口就答应了 他看到叶浩轩帅气的模样 就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是个好人 叶浩轩无奈地苦笑道 那好吧 你要住多久 罗言说 不知道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吧 不过我现在没有钱 我得找到工作以后 才能给你房租 叶浩轩苦笑 他说的没错呀 现在他身上除了收藏的 很好的金针外 其他的东西几乎全部 都在住的地方丢着 就连手机也被冲到海里的 身上倒是有两张银行卡 不过现在警方应该再找他 如果银行卡一用 马上就能锁定他的位置 这个没关系 我爸爸说过 我乐于助人 罗言微微一笑道 你爸真是个好人 叶浩轩感慨地说 拔下了书页馆以后 叶浩轩才发现 他所在的地方是一间小诊所 破烂的招牌几乎让人看不到 两间门面 一小部分是诊室 另外一部分是药房 和狭窄的病房区 这里就是港地的深水区 这个地方相对贫困 一般来说这里的人 大多数是失业人群 他住在狭窄的窝居里面 面对着前途 一筹莫展啊 不过好在罗言住的地方 还算可以 两时一厅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比起那些窝居 墙太多了 这就是你的房间 罗言指着一间整洁的房间说 谢谢了 你家里没有别的人了吗 叶浩询问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我爸把我拉扯的 但几个月前 因为去世了 除了一个浑身是病 家里人都不愿意管得姑妈 我没亲人了 罗言有些神色黯然地说 对不起 叶浩轩欠你的说 他不是故意提起 这女孩的伤心事 我弟弟上学去了 他封闭式的学校 周末才回家的 罗言微微一笑道 没事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就在这里暂时住下了 不过你的房租 我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给你 我得先找到工作再说 叶浩轩苦笑道 他出门没有带现钞的习惯 不过像昨天晚上那种情况 就算是带了现金 也多半会冲走 他现在真的是身无分文 他还从来没有如此落魄过 安心住下吧 都是有困难 不急的 罗言微微一笑道 我晚上在一家酒吧里唱歌 你没事可以过去找我 好的 叶浩轩点点头 不打扰你了 我晚上一般 你好好休息一下 如果不舒服的话 就去医院 继续掉水 罗言走到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了门 叶浩轩点点头 他转回身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虽然这里简单 但总归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 他就要在这里生活了 他坐在床上 试着运转了一下浩然真气 气海里一阵热流涌出 丝丝熟悉的气息 缓缓地流过丹田 再由丹田流遍全身 叶浩轩松了一口气 只要真气还在 那就好办 他现在担心的是 永恒之水会对他的身体 造成什么影响 他试着把体内的浩然真气 运转了一个周天 感觉没有什么阻力 永恒之水能让人的身体机能 陷入休眠 叶浩轩现在还不清楚 那些人给他注射的到底 是普通的永恒之水 还是升级版的永恒之水 不过好在身体没有异样 看来浩然真气 以及前不久的一重天锁 让他的身体 对这些东西有免疫的能力 再加上那灵猫的灵气相助 基本上问题不大 唯一不爽的是 现在他体内的浩然真气 只有平时的六成 因为昨天晚上受伤太重的原因 要想让自己恢复到巅峰的状态 恐怕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不行的 他心念一动 窗口上一条白色的人影 搜的一声跑了过来 窜到了他的怀里 却正是那只灵猫 小东西 这次多亏你了 叶浩轩摸着他的小脑袋 喃喃地说 这一次梁金年的计划很周密 让他根本没有半点防备